5點 各位好 歡迎準時收看金融百分百 好 台北股市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下跌71點 最低曾經跌了130點 可是這個盤我認為很好 因為你拉回 你才能尋找更好的買點 所以指數我們來看 以今天的這個位階 今天是回測5日均線 而且跌幅有收斂 這是個好事情 那我昨天跟各位講 法人將會佈局4月份 跟Q1季報的機優升 這我昨天講的 那開盤前我就告訴我的客戶 指數會在10250到10450之間強勢整理 重點是你股票不要買多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 來 這個零售銷售數據創史上最大的跌幅 所以連漲三天的美國 美國全數拉回 不過跌幅收斂 對不對 那台股部分昨天急漲收復10359的空方缺口 可是重點還是在於怎麼樣 我預估在這個地方 10250到1045年之間整理 所以今天台股中廠收盤收10375 來到這個地方我想 它是一個不錯的位階 因為有拉回 才能去消化前波的籌碼 那台積電法說 我預估會受到影響 可是啊 有沒有可能被預期到股價反而利空不跌 這是個重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階段很多科技股 都開始出現報復性反彈 包含大陸復工 那有一些訂單開始承接之後 未來它的報價直穩 它會走 會走升 因為全球現在一個重大的目標 在對抗通縮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一直在推出資金救世 兩兆美元不夠 再推兩兆美元 那聯準會 無限上限的 無限量的QE 對不對 集團體要砸五兆美元 這代表全球的央行都在對抗通縮 所以有些的資產 或甚至有些產品的報價 未來當這個疫情開始趨緩之後 它會回到怎麼樣 上漲的軌道 蠻多的 第一個 像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的部分 鎖定在MLCC跟晶片電阻 那這個兩個部分來講 它的漲勢 4月份是確立的 而且包含了它的鎖動率 在之前鎖動率 並沒有大幅度提升 它的供需缺口 甚至因為日本 春田員工染疫 所以呢 它的一個產能來講的話 是下降 所以供需的缺口 它是縮減的 所以被動元件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漲價 以及它的一個第二季的產品 是樂觀的 這個是蠻確定的事情 那你看像昨天被動元件的二哥 華星科 他也講很簡單嘛 他看到春夜了 龍頭國具就更不用講了 發GDR 他認為第二季的報價上漲 是確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以被動元件 它的產業透明度來講 算是一個非常清楚的 所以你可以觀察國具 華星科 它的營收跟報價 都是屬於稻次甘蔗的 被動元件的部分 那你說被動元件這麼多 買華星科 買奇力星 還是買什麼大義國具 哇 全部人家加起來 大概被動元件 起碼三十幾以上 三十檔股票不為過 你不可能都買 對不對 那就回到重點了 那你要買什麼關鍵的 既然被動元件 它的產業趨勢是確定 而且法人都一致認同的 那麼請問各位 你要買什麼才能夠最精準的 掌握這一波上漲的商機 很簡單嘛 第一個 那你被動元件 你不管是MLCC還是晶片電阻 你漲降 你要跟上游 你的關鍵材料 你做出一個MLCC 你要用什麼材料 你做出 你交出一個晶片電阻 你左手交出一個晶片電阻 給客戶之前 你右手要買什麼東西 進來做成晶片電阻 再出去給人家 這個就叫做關鍵材料 你沒有它你出不了貨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我們買股票 就跟古人講啊 打蛇打七吋 你要打重重點 來 我帶你買了 琴凱 一買就攻上漲停板 所以上個禮拜 你錯過被動元件了 我說沒有關係 我帶你去做 關鍵零組件 那4760的琴凱 它是屬於被動元件的 導電漿的部分 這一塊它是一個 佔它的營收大概是9成以上 所以被動元件的產業 開始復甦 報價開始上漲 那麼它佔了琴凱 營收90% 你覺得它會不會漲 你說老師我去買國具 齊利辛大義 華興科都沒有關係 第一個你能買幾支 第二個 你說那是高價股 那這個是中低價的股票啊 那買完工上漲停板 對不對 你上禮拜沒有買的 這禮拜我帶你買琴凱 禮拜一拉到漲停板 到昨天分盤交易 我就跟各位講 那分盤交易它一定會 限制你的流動性嘛 可是限制你的流動性 並沒有辦法限制你產業的前景 我再講一次 它限制的是你的交易方式 每五分鐘一盤 可是它能夠限制你被動元件的產業 向上的趨勢嗎 各位你想想看 那秦凱昨天公佈 2月單月EPS0.32元 字節數字 3月營收年增99%接近一倍 那各位想想看 2月都賺0.32了 3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那麼它的EPS3月份第一季 有沒有辦法比去年更好 這個答案我想你放在心裡面就好 你不用問我 你問問看自己就好 它2月單月賺0.32元 比去年第三季賺了一季還要多 那3月份營收創歷史新高 所以我跟你講我預估 我預估這間公司業績 會隨著被動元件的一個需求 開始上來報價開始漲價 那麼它的業績會跟著上去 你懂嗎 所以你講華興科講 國具講大義合成堂講 那麼多 我說你跟著我做一檔情愷就好 你跟我做一檔情愷就好 讓你看到3月營收年增99% 那預估上半年營收創新高之後 下半年還要再成長 那這種股票其實我想 你就持續追蹤 因為反正現在我也公開給各位了 有好的買點我會再進去買 你懂嗎 有好的買點我還會再進去買 你自己不要亂追 特別是你說看著報紙 被動元件消息很好 你跑去買一大堆被動元件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區塊被動元件 它會漲價的 那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就賣個關子 我就暫時不講 因為這檔股票它還沒有大漲 還沒有大漲我們就可以買 今天買 明天買 後天買 慢慢買 買到一個量夠之後 當然一速衝上去之後 全市場都來追 我告訴各位 來 這檔股票各位看一下 4月報價上漲下半年爆發 全面復工概念股 你至於看這個型態 你看投信已經在買了 我手中不要講 我說投信 他第二季來講 他一定想要積極地去做績效 對不對 他一定想要積極做績效 那他會買什麼 法人認同的是 你業績向上的 4月份營收報價 除了被動元件之外 我認為這個族群是法人公約數 你從這裡可以看到投信 3月營收月增193% 193% 這就是為什麼我常跟各位講 很多大戶中食物 他喜歡看我的股票 甚至過去很多人 錯過了很多 法人 領先法人佈局的 都會來問我 為什麼 我掌握的消息 超過你所掌握的 那沒有關係 我想這檔股票 3月營收 既然月增193%了 他股票還沒有大漲 所以我剛剛講 你問問看自己 你的資金假設有1000萬的話 你中壓這一檔股票 他還沒有大漲 我們這樣講 你只要有200萬 你只要200萬就好 你中壓一檔股票 他漲停板是不是就20萬 這個是最簡單的道理 那今天如果這檔股票漲停板 那基本上來講 我就不需要叫大家去全力去中壓 像這個秦凱一樣 對不對 現在被分盤交易嘛 那稍微冷靜一點 可是這檔股票 因為它還沒有大漲 我還會再大買 我還會再大買 還沒有大漲準備噴出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說 老師我都賺不到錢 你問問看自己 為什麼你都賺不到錢 為什麼 因為你都去追那種 已經漲上去 甚至漲停板的股票了 股票都要創新高 你去追 那除非它持續創新高 不然你賺不到錢 對不對 那你問問看自己 我們做的事情 周周兩檔 不多 周周兩檔 三月三十一 我給你講 義大利 新冠肺炎 確診 曲線虛緩 之後 西班牙染疫人數超過大陸 我說你要注意 我是不是跟各位這樣講 對不對 來 上個禮拜周周兩檔 原相貿細 來 親愛的觀眾朋友 原相 親民長假回來之後 買進 輕輕鬆鬆 攻到漲停板 你避開了下跌 來 原相 所以為什麼我跟各位講 我說你為什麼賺不到錢 你問問看自己為什麼賺不到錢 我們先不管你賺多賺少 你為什麼到現在你賺不到錢 很簡單 一出手 我買進了第一檔股票 三二二七的原相 請問各位 你如果東買西買的話 你的資金是集中還是分散 請問各位 如果你東買西買買一大堆股票的話 你是不是股票有的漲有的跌 那 請問各位 如果你只買進一檔股票 我第一次出手 買進原相 原相就拉上漲停板 那請問各位 我有沒有賺到錢 那再問問各位 你問問看自己 為什麼最近沒有賺到錢 再問問自己 如果像這樣的操作 你能不能賺到錢 宇哥就問各位一件事情 宇哥就問各位一件事情就好 你把宇哥講的話放在心裡面 宇哥問你 如果你是這樣子做的話 你會不會很開心 來 對不對 我剛才講 為什麼很多大戶喜歡跟著我 你有300萬 老師 來 原相 你買20張 10張 你有150萬 買10張 多少錢 你有300萬的資金 你買20張 賺多少錢 那你說那些大戶他資金 只有150萬 只有300萬嗎 我很多大戶資產都是千萬起跳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你們也在看節目 你們也知道 那再問問看自己 你能夠賺100萬 為什麼要賺那個三五萬 那你再問問自己 如果你像宇哥這樣子做 你1000萬的資金 你買50張原相 才700萬 1000萬的資金 你買50張原相 哇 147.5萬 問問看自己 你能賺100萬的 為什麼只要賺兩三萬而已 來 冒戲 100萬 買20張 公掌 公掌停 兩天兩支掌停板 是不是低檔給你兩支掌停板 是不是低價 是不是轉機 來 原相貌戲 你周周兩檔是不是全數命中 是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說 親愛的觀眾朋友 周周兩檔命中率百分百 你打電話來 丁老師無條件帶你 你問問看自己嘛 親愛的觀眾朋友 我這樣子做 有沒有周周兩檔命中率百分百 你再問問看自己 股票是不是買了一大堆 再問問自己 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所以我講 這檔股票 我還要再買 4月報價上漲 下半年爆發 還沒有大漲的股票 你打電話來 丁老師無條件帶你 好不好 我們先進廣告馬上回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韓國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好 现在请听清楚了 一个好康的不要错过 你上个礼拜已经错过了原相跟贸系 周周两档 命中率百分百 那我要告诉大家 这档股票四月报价上涨 第二季比第一季好 下半年爆发比上半年更好 全面复工概念股 你不能错过 你股票不要买一大堆 你记得 这档股票我还要重压 还要再大买 你会问我说 为什么这档股票要重压 要大买 我很简单回答你四个字 因为还没大涨 你问问自己 为什么没有赚到钱 因为你买的股票 都是已经大涨喷出了 你再问问自己 如果股票没有大涨 你先去卡位布局 是不是你才能轻轻松松赚 你再问问看自己 你能不能做到像这样子 周周两档 原相贸系 命中率百分百 所以机会 我跟各位讲 都是存在的 你看像这个秦凯也是一样 我们一出手 就攻上涨停板 那现在被分盘交易了 不要追他 可是秦凯基本上来讲 二月营收单月 EPS0.32元 三月营收是创历史新高 三月比二月好 他叫稻吃甘蔗 越来越好 他二月份的单月获利数字 已经超过去年是第三季 整季的数字了 那三月营收又创历史新高 那被动原件的营收 又占秦凯90%以上 所以你说你去买国具 华兴科 奇力兴 大益都可以 可是你买这个 我告诉你 你想想看被动原件好 它会不会好 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来讲 是很清楚的 只是因为现在大家 你们股票买太多 我坦白来讲 你股票买太多了 你股票买太多了 是不是 所以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常跟各位讲 你股票 你的资金不论多寡 你如果买两档都是像这样 你没有买别的 你没有买20档 你100万就买这两档 你1000万还是买这两档 你1亿还是买这两档 你说你不赚钱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上个礼拜出手 原项 来 是不是一出手就攻上掌停板 对不对 来 你问问看自己 你有150万的 你买10张是多少钱 你有300万的 你买20张是多少钱 你有一千万的 资金要有多少 你要赚多少 是由你来决定 我只能告诉你说 你的资金必须要去集中 原项貌系 命中率百分百 再问问看自己 你有1000万的资金 你要买两档 还是买20档 一出手 礼拜三 你1000万的资金 你根本不用买到1000万 你50张是147.5万 大进大出 开不开心 有个问你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那其实下个礼拜 的股票 你这礼拜就要 你明天就要布局 因为明天是礼拜五 你懂我意思吗 就像我常常跟各位讲的 来 我们过去在经济日报上面比赛 这个投资组合是礼拜五就决定 你礼拜五就要下好离手 下个礼拜投资组合 你礼拜五决定 你不能变动 你给了报纸 你不能变动 公开印证 每个都看得见 人 名字 投资组合 事先 就必须要怎么样 锁定 你用这种方式 你试试看 你能不能做一季 每个礼拜 三个月 可不可以 你能不能够 做九个月连续 可以就是三连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 可能很多人不认识我 但我告诉各位 在经济日报的台股擂台赛里面 已经举办超过十年了 唯一一个分析师 连续一年 拿下冠军的在这里 没有其他人 连续一年 最后一季超越其他参赛者 获利总和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我说在这里 来 这档股票 下周 会有很大的利多 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一点 从产业面传来的消息 这个产业 基本上来讲 从NB的复苏 这个我不能再讲了 我只能告诉你 下个礼拜 这整个产业 就会让你看到 很重要的 重大的新闻 你也来自产业面的消息 亲爱的观众朋友 来 你看到原相貌系 命中率百分百了 对不对 想不想像这样子 问问看自己 对不对 能不能像自己这样赚钱 能不能像宇哥这样子 所以我说 周周两档 原相貌系 命中率百分百 这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成绩单 那没有关系 我想你没有跟上 这档股票 下周 很有可能就会大爆发 明天我要重压 所以你没有跟上原相 没有跟上貌系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 来 周周两档 你没有跟上的 今天 特别 丁老师 开放 你只要打的电话进来 五分钟之内 丁老师 让你听到我的声音 我来通知你 明天进场大买这档 下周即将大涨的标股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